你还用少主啊 你这脾气真是 参见主上 知错了吗 陈于举奉行 先斩后坐 另一暗律处理 主上若是有废话 我绝无原因 但父亲能不能放了五个 这是与他无关 认罪 但不知错 你是觉得自己这样 颇有气节 还想撇清老五 他知不知情 不很清楚 这是你们讲兄弟一起的时候吗 五哥他做不了初 所有决断都是我一人错的 方醒的人是我 那说法的应该也是我呀 为何要让五哥顶罪 难道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我比他有利用价值吗 住口 你是 就这么想自己的父亲 顾客真是待你不薄 你可知这短短半日 腾河的褶子 像血片一样搜入宫中 老五已经亲口承认 是他自己所为 他还是单纯的女婿 说与此事无赦 这满朝文武 谁能相信 可我逆他 就是我 不是他 你是在 逼迫宫吗 老四 你又输了 老四 你又输了 二哥怕是要把我 下个月的丰路 也收入囊中了 那现在就给你个机会 让你把以前的丰路 全都再赢回去 那二哥 我这次想读点什么 就读老六吧 看他能苟延残喘 到几时 延下 最赢的丰路 才是不仅仅的 可爱 小子 长徒夫队五个 从轻发了我 哎呀 主上怎么想 其实小人敢揣测的 主上只是让小人 将少主带去边殿通过 那麻烦主管 帮我带句话给主上 玉珠成妻 他以此为妻 不以为人 某何神离 重其去之 主上 主上 六少主实在不该说这样的话 主上想用他记一记敌场主 这也是为兄弟者分内的 他呀 就是担心五少主 有点儿昏了头 他一早便知 姑用他压着老二 自愿为姑的贱人 如今却又说 姑把儿子们都当成工具 迟早儿子 也要舍弃姑 主上 六少主他只是 行啦 他现在是脑热 为了一点情意 分寸都顾不上了 是 主上 那 五少主 会如何处置呀 支离司 又送了好些弹劾折子 终归要有个交代 剑阅的罪行 老六万万担不起 老六万担不起 可老五 五弟妹 五弟妹 这咋怎么来了 五弟妹 妾生与夫君 都是在敌场主的羽衣下 讨饭吃的 这敌场主让我们传话 我们不能不传 可这夫君他又是个男子 不便登门 就只能让妾 来与五弟妹说一声了 四少有话直说吧 五弟现在性命垂危 性 怎么会性命垂危呢 之前不是说只是暂时地 关在牢里吗 五弟这次犯的是死罪 这也不知怎么的 明明是六弟的事 可六弟线下没事了 五弟却落得这般田地 五弟妹 敌场主 他是心疼五弟的 不然 不会让我们夫妇俩来传话 他想着 你毕竟是丹川的郡主 你想想办法 或许五弟 还能有一条活路 这 厨上要自私引起 你毕竟是谁 如果我没听过 混费 哪 要把我放在 Special 你已经听过了 你携着 ELIE 那 我 我 你 вос 了 想想想收音 你们 公救 我 你 不一定 公开 你 一日里 老六已经被提了出来 眼下正在偏电压着 只是这老五 在牢里一点动静都没有 丹川主没边有消息吗 上官已经问过丹川主了 他们的做法本来没有问题 也是为了维系两川和平 尹征他们早就和戴川那边谈妥了 只是二少主抢先他们一步捅了出来 二少主夫人都不知道此事 也没来得及知会我们 就到了现在这个地步 陷阱虽不高明 但却有效 忤逆监狱的罪名 须得有人承担 这罪名扣在谁的头上 都是监禁一生的罪过 主上绝不能同时折损两个儿子 他这会儿 怕是已经全衡好了 姐姐 我去求见主上 眼下你先不用去 我自己去 这世上 会决断的又不止他一人 不好了 五少主夫人要宠监事 我必须想起来 posted 只是一个是 你可能会没有 证了 我先证了